如果有圣经的话 打开去到肥立比书第3章第20节 3章第20节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 并且等候救主 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 他要按着哪能叫万有归伏自己的大能 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 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这里其中一节 肥立比书3章第20节 讲到我们基督徒的身份 我们这个series 就会看看《新约》里面 我们知道《新约》里面有多少卷书 27卷书 这27卷书里面有很多都是 当时的教会领袖 使徒、牧者 他们写给当时初代的教会 当时的教会已经在不同的城市里面 已经值了读 在不同的地区 每个城市里面也有很多不同的 所谓今天小组的教会 不同的家里来聚会的教会 在这些教会散布在罗马帝国不同的地方的时候 有很多时候领袖的使徒 不单只会去不同各城各乡 来做教导、来做栽培 他们也会写信 去给他们一些指导 我们会翻开圣经里面一些新约的书信 一些所谓教会的书信 Church Letters 或者Epistols 我们看看里面如何去教导 初代的基督徒他们在世界各地 不同的地方 他们有的身份是什么 三章二十节这里很清楚说 就是说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身份 什么的identity 我们是什么 我们翻开这一卷书的时候 我们知道是叫肥立比书 如果你不清楚圣经的格局 或者小小的背景 你就知道肥立比书 肥立比是一个地方来的 是当时罗马帝国的一个城市 里面有一些初代的第一世纪的信徒 教会建立了 肥立比书 我们很简单告诉你们 到底肥立比书是讲什么的 是一封信 当时这个使徒目者保罗 叫做Paul 他就写信 在肥立比居住的信徒教会 他写这封信的时候 他是坐牢的 他是因为传福音的缘故 他是被迫害 然后他在监狱里面 去写这封书信 写给肥立比的教会 有四章的圣经 有四章的经文 第一章他一开始讲的 就是感谢教会和他一起同工 因为肥立比教会好像他的子女一样 是他自己建立的一个教会 由第一日开始 他见到这个教会 信主 建立起来 在肥立比这个城市里面 能够开始聚会 是他自己生的乙女 所以他跟他们有一个很个人的关系 正如我们今天看 别人的子女 我们不是那么硬心的 对吧 我们自己的子女 我们就很硬心 对不对 别人的子女乖 我们不是那么开心 但是我们 或者都开心的 但是自己的子女关系 特别开心 对不对 是自己生的子女 保罗见到自己生的教会 也是一样 看到他们掌浸 他自己的心 很感谢 所以第一章他开始讲 就是很感谢 他们一路去支持他的工作 一路去关心他 并且告诉他 他在监狱里面的经历 你记得里面有一段他提过 他死都无所谓 因为死更加是一个大的祝福 因为他可以同主同在 但是如果不死的话 他就留在这里 可以更多工作 更多侍奉 对不对 所以他就用他自己的经历 来去勉励 弗里面的教会 第二章 他就去鼓励 弗里面教会 他们要同心 要谦卑的来去侍奉 然后他继续讲下去 他就用了两个例子 来告诉弗里面教会 为什么你们需要这么做 因为你们的牧者是这样 提摩泰是其中一个 保罗的得力助手 他是一个很忠心的牧人 另外一个就叫以巴弗提勒 以巴弗提勒 虽然我们不是那么多时听这个名字 但是是弗里比教会 其中一个牧者 他为了去供应保罗在监狱里面的需要 差不多他病到要死 所以保罗就提到这种基督的榜样 到第三章 他就说到他自己作为一个榜样 说给教会听 他自己如何去捨棄 他以往犹太人家族的那种的尊贵 那种的地位 社会里面的identity 他拿回上帝给他 他在基督里面有的identity 你都可以侍奉他 第四章最后 他就呼吁教会要同心了 呼吁教会 特别一些可能是大家走不在一起去同工的人 呼吁他们去同心 然后结束的时候 他就说感谢他的支持 在整本的弗洛比书中间的一个地方 就是一个保罗所写 或者保罗所引用的 当时初代教会的一个诗章 那个诗篇 就是说到基督的伟大 而那个基督的伟大 不是说到罗马帝国那种的伟大 罗马帝国那种伟大 就是打败所有的义己 然后提高自己 但是基督的伟大 就是从天上面虚脊降落 并且作努布 顺服上帝的心意 甚至死在十字架上面 上帝才将他提升至高 他就成为万主之主 这个是最伟大的诗篇 所以保罗说 看这封书信的时候 你不要忘记 最重要就是要记得 我们所跟随的耶稣基督 他自己的榜样是什么 他的榜样是这样 我们就照样在我们的侍奉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去学校主耶稣基督 自己的榜样 这一章的圣经 二章六字首一節 是值得你去背的 如果你说今年 我没有想过 要整年读一次圣经的 可能你去年 说我们要去全年读圣经 谁知道你读了两个星期之后 就停止了 你失败了 你觉得很洩气 今年又继续继续 又为了什么呢 如果你觉得 全年读一次圣经 太多了 我会推荐你 今个月 不如你学一下 去记圣经 去读圣经 背了它 背了什么呢 《弗洛比书2章6节11节》 基督的心为心 到底这个基督 我们的主 是一个怎么样的主 怎么样为大化 记住它 如果你觉得 整年读圣经太多 不如你记住这一段经文 说到 弗洛比书里面 提到基督徒的身份 identity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段的圣经 或者两节圣经 是特别提到 基督徒的identity 刚才我们读了三章二十节 它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 同一个字 在第一章二十七节 也提到 它说你们行事为人 要与基督的福音相情 你不用识英文 或者不用识希腊文 你都知道 大概那两个字都是一样 大概那两个字 都是一些比较当时罗马帝国 特别的字眼 有点像politics 所以我们说 现代的翻译比较难 去掌握到那个味道 他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 或者你们行事为人 国民都不知道怎么翻译 英文就翻译得好 就是citizenship 或者citizens 我们就是天上面 heavenly citizens 其实这个字是一个很罕有的字 整本圣经 只用了三次 两次就是这里 另外一次 就是保罗自己 自己去讲他自己的经历 说他行事为人 是一个好的公文 其实这些都是罗马帝国 一些很特别的字眼 或者更加好的翻译 应该是国籍的意思 我们却是天上面国 天国里面的公民 有天上公民的国籍 有heavenly citizenship 或者可能这个更加容易一些 把握到那个字眼 那个特别的地方 当时的罗马帝国 他们去到占领不同的地方的时候 他们就会将那个地方 变成一个罗马帝国的殖民地 Colonial city 是做些什么呢 就是将那些人派去那个地方 那个所谓被占领的地方 然后叫那些人去宣扬 罗马帝国的好处 一些很国家主义 很爱国的一种的字眼 他说你们就是天上面的国民 就是说你们不是罗马帝国的殖民 你们是天上面天国的殖民 就是天国直到我们人间里面 一个很帝国的字眼 但是用在上帝的国度里面 另外他说到只要你行事为人 行事为人这个字 也不是普通犹太人说到生活这么简单的这个字 犹太人说到生活的时候不会用这个字 通常都是说行路的意思 就是中文或者都掌握到行事 你行路出来 就是你平日行路的时候 就是你的生活 但是这个不是普通典型 犹太人用的字眼 这个是罗马人用的字眼 行事为人 什么意思 就是罗马公民的生活方式 这个和弗纳比的背景是有关的 我们说弗纳比是一个城市 弗纳比书就是写给这个城市 弗纳比里面的教会和信徒 弗纳比这个地方是保罗在第二次 去到全道宣教的路程当中 他stop by 的一个地方来的 他从巴斯坦地出发 经过今天的土耳其 小亚世亚当时的 去到一个地方叫做特罗亚 那是一个海港 你知道去到亚洲最尖尖的地方 他看到一个异象 就是叫马其顿的异象 在事实行传说到马其顿 这个地方就是弗纳比附近一带 那些人的种族叫马其顿人 他因为看到这个异象 他看到对面岸有这个福音的需要 所以保罗就说我们不如坐船过去 所以他坐船过去 经过不同的海港 最后去到菲纳比 菲纳比就是欧洲大陆 最东边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关口 是联络东与西中间的汇点 在这个地方他就带了人来信住 是一个很有希腊西方 罗马帝国未到的一个城市 为什么叫做菲纳比呢 以前希腊人 几百年前 希腊人占领了这个地方 有一个很出名的将军 Philip II 他占领了这个城市的时候 他就把这个城市改了自己的名 来给自己荣耀 叫做菲纳比 Philip 或者Philippi 去到这个地方 保罗就带了一个女人 叫做女帝亚順主 然后带了她一家来順主 所以你看《小行传》第十六章 看到菲纳比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他说什么呢 他说他们由特罗亚的海港开船 他一直走到另一个地方 第二天到了另一个地方 在哪里就来到了 近海的 内陆一点的菲纳比 Philippi 那是马其顿这方的头一个城 也是罗马的住房城 我们就在那个城住了几天 这些字眼也是很特别的 而且是当时的菲纳比城的处境 菲纳比是那个城的名字 是马其顿的一带 这一方的头一个城 当罗马帝国从希腊人那里 拿到这个城回来的时候 罗马帝国侵占了这个城市 他就把这个城市或者那一带 分成四楷 最大的城市就是菲纳比特 就将它成为住房城 这个是和合本旧的翻译 新译本或者新的翻译 就不再叫住房城 你想起住房城就是有军队 但其实最重要不是有军队 最重要的是那是殖民地 是罗马帝国的殖民地 就是说那些罗马帝国 帮他打生打死的罗马的将军 他们打完仗了 罗马王就会派他们 去这些所谓的住房城 或者殖民地 那些veterans 派他们去那个殖民地 殖民地的城市 他就要去那里住 然后给物业给他 给一些福利给他 因为他为国家打生打死了 然后给他国民的身份 罗马帝国的国民的身份 那些人住在那个地方 他们就去宣扬罗马帝国的好处 或者继续去推广 罗马帝国的版图 当然 最重要的是 拿到罗马帝国的citizenship 如果拿到罗马公民的国籍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福利 税可以减 法律和政治 也都有很多的保障 所以当时平民百姓 是拿不到的东西 只是得少数的人 才有这样的荣誉 拿到那个citizenship 拿到那个好处 就是Roman citizenship 其实有点像今天 美国国籍 其实都很轻香 对吧 有些人说 美国不是那么好 有些是低 其实拿到美国国籍 是很轻香的 对吧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中东 以色列 我要搭长路巴士去埃及 那我就去那里买飞 今天跟我一起买飞 有其他旅客 就去世界不同的地方 我记得买车飞的那个姐姐 就跟我说 我们中间有几个美国人 拿着美国的护照 我是其中一个 她说你们都不知道 我们拿着不是美国的护照 或者一些中东国家的护照 你们拿着美国的护照 是多么方便 还有多么好 多么有暴障 对吧 那些说美国不好的人 通常都拿着美国的护照 才说不好 对吧 对吧 身体是很诚实的 那些不是啊 那些中国大陆那些高官 为什么每个子女都走去美国 对吧 没有那么好的话 为什么每个都要走去美国 对吧 叫自己的人民留下 然后她的子女 全部都有美国国籍 或者有外国国籍 这个就是那个意思 有了罗马公民的国籍 或者有罗马公民的护照 是多么大的荣誉 或者那个identity 是多么荣耀 对吧 肥立比 作为一个殖民地的城市 里面的人民 特别是罗马公民 是多么大的荣耀 就是在推广中主国 那种爱国 Patriotism 那种罗马的好处 所以你去到肥立比 一些这样的城市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他们有很多罗马的好处 罗马的生活方式 就是将京都罗马的东西 搬去肥立比 那里有什么呢 有剧场 这些全部都是罗马的东西 你看到那些architecture 不只是建筑物那么简单 其实是一种生活的文化 看到罗马的市场 很大的平面的一个市场 那些叫做Roman from 有街市 有market place 有stock exchange 然后上面有罗马的厕所 这些都是罗马帝国的生活方式 或者荣耀的地方 去推崇罗马帝国的好处 但是 保罗说什么呢 保罗说我们就是 天国的国民 Heavenly citizens 我们是神国里面的公民殖民 我们的行事为人 是要与基督的福音来象征 他说你最重要的identity 不是在地上 罗马帝国的公民 我们最重要的是 天上面给我们的 一个公民的身份 我们代表所推广的 不是地上的罗马帝国 不是地上的国家 是天上面的国家 是属于耶稣基督 属于上帝这个天国 我们的行事为人 每一日 我们所做的公民 不是单单做一个罗马公民 更重要的identity 是做一个天国的公民 是与基督的福音来象征 所以这样说 在肥立比的教会的人 他们就立刻抓到 那个意思 在我们现代的人 看这些文字的时候 未必抓到 他们当时在那种政治的气氛 或者社会的光景里面 他们会特别抓到 我明白了 原来我最重要的identity 不是我地上的政治的identity 而是天上面天国里面 给到我一个新的identity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想过 做基督徒 是一个这样的身份 当你去到不同的地方 你带着一个天上面 天国的殖民的身份 去到那里 或者现代的比喻可以怎么说 现代的比喻可以叫做 一个比较合适的比喻就是 Embassy 就是国家的大使馆 你知道美国 在全世界各地有很多很多的Embassy 很多的大使馆 大使馆是做什么的呢 大使馆就是在别国的首都里面 的一块地 他在那里工作 他是代表着他所猜派他的国家 他要讨阅的 不是他所在的地方 的国家 他讨阅的是猜派他那个国家的元首 所以大使馆是什么呢 就是要对自己本国去效忠的 纵使他所在的地方 不是他自己的地方 美国的大使被派到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地方 他就是要去到 为着美国的利益 为着美国 所谓美国帝国的权利 你都可以效忠的 唱的国歌 不是当地的国歌 而是派他那个国家的国歌 紧张的东西 是他自己国家 派他国家的政务 不是当地国家的政务 所以为什么大使馆这么重要 最近几天前 在伊拉克 美国的大使馆被攻击 因为攻击大使馆 等于攻击国家 就是巴格达 刚刚被攻击的美国的大使馆 是全世界所有美国的大使馆 最大的大使馆 伊拉克之战之后 加大了很多 那是一个最重要的 对美国来说 是一个最重要的地方 所以为什么那个情势这么紧张 每个都说 快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 因为你动的大使馆 等于动的国家 因为大使馆 就是mini country within a country 你就是被殖民下去的地方 挂的国旗 不是当地国家的国旗 而是派驻你的国家的国旗 你所推广的价值 也不是当地所在国的价值 是你宗主国的价值 在异地他向你们见证另一个国度的存在 另一个国度的美好 我们基督徒就是有这样的身份 我们是天上面的国民 天上面的殖民落我来这里 我们教会就是Embassy 就是天上面天国神国的Embassy 为什么我们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 我们的主相情 因为我们所代表所推广 所崇高的价值 就是天国里面有的价值 我们所传的福音就是说 耶稣基督才是唯一的主 不是地上面的帝王 任何一个领导人 都不是我们的主 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 刚刚过年一段很大的新闻 或者很多人传阅的一些消息 就在中国四川省成都地下教会 的王怡牧师的讲话 王怡牧师是领导在成都里面 一间叫做秋雨圣若教会的牧者 在他入狱之前 他有过这样的声明 如果你可以的话 你回去Google一下 你看看他整个的声明 他是很长的 我只是在这里揣录一些 他这个声明的题目 叫做我的声明 信仰上的抗明 这间教会被中共政权打压了很久 最近判了王怡牧师是九年监禁 判他的罪就是莫须有的罪 煽动国家政权 或者不正当的非法的一些活动 在这段很长很长的文字里面 这段的文章里面 我想撕落几段 我都是最震撼的信仰讲话 他说我对福音的读信 对中人的教导 及对一切罪恶的杂秘 都是出于基督在福音里面的命令 在这里带领和呼吁任何愿意悔改的人 向上帝来悔改 这是教会在中国一切工作的目的 就是要向世界见证基督 向中国见证天国 向熟地短暂生活 来到去见证熟天永恒生活 这也是我本人蒙照作目者的枯照 我同时相信 中共政权对教会的迫害 是极其邪恶的犯罪行为 作为基督教的目者 我必须对这样的罪恶 发出严厉和公开的杂秘 我所蒙的枯照 也要求我以一种非暴力的形式 在和平和忍耐里面 去违背 那是违背了圣经和上帝一切的人间法律 作为目者 我唯一关心的是信仰上的抗命 所带来对罪恶人性的震动 和他对基督十字架的见证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福音 我们的信仰 当我们口称基督是我们的主的时候 那种的震动有多大 当我们说Jesus is Lord的时候 他是唯一一个的主 是最大的主 这个主会震动我们生命里面 社会里面 世界里面 任何一种的权力的configuration 当耶稣来到的时候 他就是最大的主 我们对十字架福音的见证 就是见证着一种这样的国度 这个天国里面的国度 是叫我们去抗衡世界里面 任何一个帝国的国度 你要叫每一个人去贿改 归来这一个的主之下 我们每年到年头的时候 我们都说会读经 大家不要觉得读经 只是一些黑板 很普通的熟灵 farms 因为我们拿去一本圣经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个唯一的主是对我们讲话 而我们只听命于这一位主 我们只听命于这一位对我们讲话的神 这位天国的主在 当我们拿起圣经 我们说我们要读圣经的时候 这个天上面的君主 他所说的是最终极 最有权威的旨意 我们应当去全心谦卑里来听 我们的行事为人应该跟着他的心意 去过一套 不是地上面国道 我不管你哪一个国道 当耶稣基督要讲话的时候 他讲的说话就大过任何一个领导人 任何一个党 任何一个政权讲的说话 任何一个在生命里面以为 持住我们支配我们的主人的说话 耶稣基督的主权应该是最大的 他给我们的价值 往往就跟这个世界是相反的 很多年前我去一个基督徒的组织 他们专门去中东一些战地里面去做一些和平工作 去访问和探访他们一些办公室的时候 我记得有一次去到他们的办公室 他们的门口那个文章是这样的 你看到这个人是什么呢 是一个反转造的世界 平时我们看世界是反转的 我们基督的角度 天上的角度 就是看世界是反转的 什么叫做荣耀 就像耶稣基督做仆人 宁愿死在十字架上 这种才叫荣耀 世界不会这么看的 我们偏偏是弗 掉转的 世界看十字架是一个羞辱 是一个愚绝的一个记号 但是我们看十字架 是一个宝贵的十字架 世界看可能这个救赎主是一个弱者 但是我们说 真正的强者 就是一个不带刀不带枪 愿意以爱来牺牲 在这个世界上 十字架上来死的 这个才值得我们敬拜 值得我们去爱 天上的公民 这个就是我们最重要的identity 你想想如果你的identity 是真的 是天国殖民公民的identity 如果这样的时候 你的人际关系 你社会里面的角色 你自己个人的操守 将会有几大的震动 原来信耶稣不是我有什么好处 那么简单 不只是我等上天堂 就是上帝在天国里面将我直下来 我要推崇的 我要推崇的是天上面的角度 耶稣基督自己的榜 耶稣基督自己的榜 我说 跟我们基督的榜 我们今年会领第一次圣餐 领起这个饼这个杯的时候 你记得 这个就是我们天国君主的榜 我们的基督 我们这个饼这个杯所纪念的 救赎我们的主宰 他就是这样生活 这个就是天国的价值 我们作为殖民 作为公民的 我们就是以基督的心为我们的心 我们读这篇圣经 然后我们先领受圣餐 要领受圣餐的时候 我们不是疑疑戏戏 轻轻率率的 让上帝的福音 给我们生命里面的震动 我们虚心地跟随耶稣基督的榜 我们同心一起读 弗拉比书第二章六节开始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己 取了老牧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全心信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 有次及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身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使荣耀贵于父神